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11月21号星期二 OpenAI狗血宫斗大剧 这两天闹的反正反转之后再反转 闹的很有意思 它是从11月17号开始了 到今天21号 我们现在其实是20号晚上刚过12点 所以中国时间可能已经到21号下午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事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结局 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跟大家先说一说 然后今天跟一个小伙伴聊天 我们这小伙伴 他以前是微软的马农 现在跳槽了 去跳槽为了升职 挣更多的钱 然后跳槽也是一个大的 也是就500强大公司 去跳槽到 还是干马农 然后就算是微软 算是老东讲 对微软还多少要了解 然后我们俩就聊这个事 聊这个事 我们两个观点其实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趁现在 我现在是拉塞加斯 11月21号 我现在是夜里的两点半 夜两点半 我现在做一个预言 好不好 我一会说一下 我这个小伙伴 他的预言 还有我的预言 我们看看最后 谁比较接近于真实情况 有可能俩 我们俩都猜错了 有可能咱不知道 咱们看一看 首先我先从时间线上 给你捋一下这个事 好不好 11月的17号的时候 先是OpenAI突然宣布 免去他们CEO Sam Altman Sam Altman 有人管他叫 奥特曼 或者翻译叫阿尔特曼 奥特曼都有 反正不知道不叫Sam 免去Sam的CEO的董事 CEO的职位 还有董事职位 他也是董事 也是CEO 两个职位都免除掉 然后很快 当天晚一点的时候 他的布洛克曼 也宣布了辞职 等于他俩人 关系比较好 也宣布辞职 就跟随他 然后到了11月18号 第二天 OpenAI的员工和投资者 还有微软的联手 向董事会施压 要求恢复 奥特曼 恢复Sam 布洛克曼 叫Greg 我这还没有他俩 我想不起来了 我这里面忘了记他俩名字 但我记得他好像叫Greg 还Crack的 那个叫Sam 反正他俩人 就说吧 这家宝贝 要恢复他俩的职务 微软为什么也进来了 因为微软是OpenAI的最大的股东 是大股东 对OpenAI有投资 所以微软也进来了 一项董事会施压 那么就是说 为什么闹成这样 其实是这样 说是OpenAI 它们内部有矛盾 就是这个奥特曼 Sam 奥特曼 他追求商业化和技术的迭代 追求快速发展和商业化 最快的挣钱 最快的融资 然后最快的往前前进 那么联合创始人和董事会 城市员的伊利亚 伊利亚 他的伊利亚更关注的 AI的安全 就是说应该我们稳下来 不要发展快 但我们要AI 要安全 他们说 伊利亚 它好像是个俄罗斯裔 我查了一下伊利亚 是一个俄罗斯的名字 它是一个传统的男孩的名字 伊利亚的一个变体 这个变体到底是给女孩用的 还是怎么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但是伊利亚是个男的 是个男的 这可能是传统的男孩名字 一个变体 就是可能有一点不一样 可能那个太狗蛋 它可能就是太古老了 大家现在不那么用了 现在叫狗圣 就开玩笑 有点意思 反正伊利亚 这名字什么意思呢 名字的意思呢 就是The Lord is my God 就是主是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和我的主 和主是我的上帝 就这么个意思 是不是他们家呢 可能是还有一个宗教信仰的 这种 而且应该是一个俄罗斯移民 看这意思 应该俄罗斯移民 然后可能东正要的 这种俄罗斯的移民 那不管怎么着 OpenAI的董事会 就把谁啊 最后就大家吵起来 大家这个意见不统一 不统一最后 把这Sam Ottoman 给这个裁员掉了 给他这个开除了 开除了之后呢 那这个里边呢 就是这个 伊隆瓦斯克 什么时候都参与 伊隆瓦斯克参与进来了 这个以前呢 我也说过 这个OpenAI 他这个CEO 这个Sam Ottoman 和这个伊隆瓦斯克 俩人不合 互相骂 骂得非常非常难听 那一般的 像这种大企业的CEO 不会骂这么难听 那他俩呢 已经骂到了 就是已经 超越人神攻击的地步了 骂得很难听 那这次呢 OpenAI董事会呢 这个开除了Sam Ottoman 得到了伊隆瓦斯克 强烈的支持 伊隆瓦斯克呢 表示 他说这个伊利亚呢 有良好的道德准从 是一个非常有道德的一个人 他呢 而且呢 他追求的也不是权利 他说呢 除非伊利亚觉得呢 有必要 绝对有必要的话 否则伊利亚呢 不会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 就是开除了奥特曼 所以他认为呢 奥特曼呢 肯定是丧尽天良 已经令人不耻 到了运程度了 伊隆瓦斯克呢 进来呢 瞎餐火啊 进来瞎餐火啊 然后呢 不管怎么着吧 这个 由于呢 这个微软呢 还有员工 还有投资者呢 联手向董事会施压 到了10月19号呢 这个奥特曼又前往OpenAI 跟董事会呢 去谈判 谈判之后呢 最后呢 董事会呢 就是说谈崩了 完全谈崩了 谈碰了之后呢 就是说奥特曼呢 当时呢 提了两个要求 一个解散董事会 完全解散掉 二 谈判了之后呢 董事会呢 直接拒绝了奥特曼的 所有的要求 并且呢 在这个两天之内呢 就找到了新的呢 这个临时的这个CEO 然后呢 这个谈判了 谈判了之后呢 三个小时之后 到了夜里的时候啊 半夜的时候 奥特曼和微软的CEO 直接官方宣布 奥特曼加入微软 进入微软 进入微软之后呢 这个奥特曼将和呢 布罗克曼他俩一起来 一起都进入微软 一起呢 领导一个微软内部的 一个新的AI团队 CEO 然后微软呢 宣布呢 将迅速为他们提供的 所需的这种资源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 导致呢 微软就整个 就是简直这个 取得巨大的胜利 取得巨大的胜利 微软呢 本身呢 就是OpenAI最大的投资人 然后呢 现在呢 再把他的前CEO 奥特曼的 这个灵魂人物呢 这个收入微软 然后呢 而且呢 微软呢 已经承诺了 承诺所有愿意 跟着这个前CEO Sam奥特曼的 离开OpenAI的员工 微软呢 照单全收 全部都收 整个进团队 然后微软提供工资 全不要 然后呢 这样导致呢 微软的市值呢 一度暴涨啊 后来据说 很多随后 暴涨涨了 差不多700亿美元 这个市值 上涨了700多亿美元啊 因为呢 这个OpenAI呢 非常有名 OpenAI有名 这个 我应该一开始 就说了一下啊 很多人是不是到现在 还不知道OpenAI干什么的 OpenAI就是前两天 特别火 那个ChatGPT 知道吗 ChatGPT 就是OpenAI 他们搞的 是现在呢 目前在全球 人工智能 可能搞得最好 最有名 最成功的公司 它名字叫OpenAI 啊 呃 所以呢 就是因为现在都认为 AI就是未来的 这个发展潜力嘛 我不也说吗 我曾经说 我说我唯一一个认可的 中国崩溃论 就是呢 别的国家 先发展出了AI 中国没发展出来 然后别人呢 都是这个AI在治理 AI在制造 AI在这个创新了 中国还在用人力 那就完蛋了 那就彻底崩溃了 因为这个AI真正带来了 就是你甭管它是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甭管它是第几次 但是AI带来了这个产业革命 这种工业革命 是历史性的 是任何都没法去取代的 啊 那谁搞出来了 别人搞不出来 那哪个公司 或者哪个国家 哪个社会 那就一下 这就是 就跟别人 那个速度就完全就拉开了 那真的 那就是你还在这个用牛耕地了 人家已经用拖拉机了 那就完了 那就人家进入蒸汽机时代了 你还用这个牛啊 用马 用牲畜呢 你知道 那你就彻底就完了 那就是这个工业时代 打农业时代了 你知道吗 那中国一定崩溃 所以AI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为什么这家公司呢 呃 如此的这个重要啊 就是说 所以微软呢 现在完全就脱底脱底啊 那这样的话呢 他们就认为 这这微软简直就 微软等于零原够了 就这样就等于把OpenAI的 核心人物呢 全部呢 不花钱 只是给工资啊 就对用微软去了啊 所以呢 这样的微软这个市值呢 一下子涨了700多亿 那为什么呢 因为OpenAI自己估值也900亿 那等于就微软 就把这生吃进来了 是吧 然后到了11月的20号啊 有这个OpenAI的员工啊 签名联署信啊 那刚开始的时候呢 有500多人这个联署 后来600多 到截止到目前呢 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啊 已经有743名OpenAI的员工呢 签署了这个联名信 那OpenAI的总员工人数是770人 现在有743人联名 那你这就完了吧 这个占比呢 高达了95%以上啊 然后呢 最搞笑的什么呢 是这个伊利亚本人呢 也签署了 刚开始说 就是伊利亚和这个 三部奥特曼的两人吵起来了 但是伊利亚呢 也签署了 所以到底他们说 到底是谁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怎么 要不为什么说 这狗血运动成这样的啊 然后呢 要求董事会的辞职 并让呢 这个奥特曼的和布罗克曼的回归 否则呢 这些呢 联名信签署的员工呢 将全部的辞职 并且呢 加入呢 奥特曼在这个微软的团队 等于就全部 比如说微软的 OpenAI的公司就没有了 因为你700多员工 一下743个 你这公司就没有了 所以对于公司来讲 其实人是最重要的 以前我不经常说吗 以前这个 福特不也说吗 说你把我的工厂都烧了 我只要我的员工还在 我很快 我三年就可以重新复工 对不对 但是你要是把我的这个员工 都弄没了 我工厂还在 那完了 那我 那我的公司可能是够呛了 就活不下来了 对不对 所以人才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然后这伊利亚呢 他发文 他说我很后悔 我从没想过 要伤害的OpenAI 我将尽我所能 让公司呢 重新团结起来 就这么一个情况 那 那 那这个呢 基本上就发展到 现在就是目前的最新的 这么一个进展啊 呃 我跟我这朋友呢 我们俩聊天呢 我们俩有一个观点的不一样 就在这 就是说未来 对未来的预计 我朋友呢 预计呢 这次恐怕微软 是要这个捡的大便宜 可能就零元购了 那这些人呢 他认为呢 这个奥特曼呢 和这个布罗克曼呢 因为已经都宣布 进入微软了 微软给他们成立了 这个组织 那么很可能呢 就是说 所有这员工的辞职 就跟他们一块并用了微软 OpenAI等于就 就不存在了 等于呢 就是说 完全就被微软 就吃进来了啊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呢 不是很大 这个可能性呢 我认为甚至不是不大的问题 是几乎就不存在这个可能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OpenAI这公司呢 市值太高了 他现在估值差不多要900亿 那这样子 莫名其妙的被微软吃进去 大家都有巨大的经济损失 对整个公司 对所有员工都不好 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的指示呢 以辞职相威胁 逼着公司呢 把这奥特曼的弄回来 就仅此而语 那真的 就是 这个 这话你只能听听 你不要太当真啊 甚至有人说的联名信都是假的 咱现在也不知道 他们这个狗血工作剧啊 可以反转反转再反转 已经反转好几个个了 现在从17号到今天 一共就三天半的时间 已经反转四五个了 后面后面这一里外 怎么发展的 我们也不知道 AI都写不出这么精彩的剧情来 但是反正就以目前的情况来讲 我觉得啊 你就咱们假设这联名信 是真的的情况之下 他们也不会真的辞职的 不会真的走的 你相信我 不会的 因为呢 这个钱太多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在这个公斗发生之前 OpenAI一直在与外部投资者呢 谈 就是出售员工股份的这个事啊 相关交易呢 对公司的估值是900亿美元 什么意思 就他员工的这些股 手里的股份卖一卖呢 能卖900亿美元 900亿美元呢 有770个员工 那么如果平均分的话 每人分1亿多美元 如果他们现在都辞职了 去微软的话 这钱都没有了 大水漂了 这几百亿大水漂了 可能吗 这个工作可以不要了 这1亿美元能不要了吗 能这么轻易就不要了 不可能的 所以微软 如果要想吃OpenAI的话 可以拿900亿 把这个公司的股份摆断 然后我们这700个人 我们把钱分一分 当然可能这个CEO分的多一点 下面分的少一点 那下面分的少 我觉得也得分个八九千万 你懂那意思吗 所以呢 OpenAI呢 它最初啊 它的定位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当然这个是为了偷学漏税 不是 就是为了 为了合法避税准备的 那么他说 它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啊 但是公司呢 这么多工程师和研究人员啊 在初创公司工作 可以收获的巨大的经济利益 你明白吗 这些人的薪酬本身就差不多 就动不动 就是100万美元 甚至400万美元起跳 当然原先的时候 没搞出东西来的时候 工资不是很 那是初创公司嘛 那就大家赌一把 大家凑一起赌一下 那干成了 大家捞一票 那干不成了 大家就能摆干了 那他们现在已经干成了 你看他们这个 拆拆这批机出来了 就现在整个公司估值非常的高 投资也特别多 对吧 股票现在又值钱 所以它里边很多人的年薪 都在100万美元以上 有的甚至到几百万美元 那怎么可能就不要了呢 而且他们如果现在 这个工资不要了 近微软的话 可能拿不了这么高工资 就马上拿这么高工资 可能性不大 可能最后工资 但是也不会太低 但是有很有可能 就是说工资减半 知道吗 收入少一半 然后他们还有公司的股份 这个股份 如果对外卖的话 能卖900亿美元 那你觉得怎么可能 那不开玩笑吗 开玩笑 这个公司不要了 对不对 只能说现在就斗气 斗气就是说 你如果不让他回来 我们700万人辞职 你这公司完蛋了 那实际上 这700万联名信 一写 董事会 等于董事会就辞职了 不是员工辞职 是董事会辞职 所以我觉得很简单 就是明天或后天 董事会全体辞职 然后三分奥特曼 带着谁 布罗克曼两个人 就回归 重新回来了 然后把董事会里那些 原先跟他饭顶的人 清除 清除之后的统一力量 就完了 就是说微软想要 就是说 零元购一个900亿的公司 这可能性不大 这公司现在 这个公司 不能算很大的公司 那也不小了 他估值几百亿的 几百亿的估值 怎么可能让微软零元购 拿走 我觉得微软也不敢想 想这个 我觉得微软跟他宣布 让他带着人进来 实际上也是向 OpenAI的董事会去施压 因为前面施压 不管用 所以这只是一个施压方式 后面员工的联盟信 也只是一个施压方式 这实际上是逼着 OpenAI的董事会的辞职 因为董事会 你都说你不辞职 那最后的公司没有了 你也没钱 大家几百个亿 就都没有了 你辞职的话 你有股份 股份的话 你辞职了 股份一卖 我想他们 因为董事会里 可能都是大股东 那九百亿 他们可能一人 都分几个亿 甚至十个亿的 对不对 那你不辞职 大家一排两三 最后的公司就 一分钱没有 对不对 所以这样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不可能 就是说放着几亿美元 几十亿美元 就不要了 就给你 就白送给微软 这怎么可能 这可能性不是很大 所以我估计 我现在大胆预言 这个情况 也就是他重新回归了 就跟当初Jobs一样 下面苹果赶走 后来又重新回归 所以我觉得 Sam Automat 很有可能 最后他还是要 回到这公司来 但是对微软来讲 也是可以的 因为他回来了之后 这次微软帮了很多忙 他们以后会 进一步向微软靠拢 而微软本来 就是他们的大股东 对微软来讲的 而且微软的公司 市值跟他涨了一块 对不对 而且现在这样 走得更近了 所以他我觉得 微软股价 可能会有一些回落 但也不会太多 对微软来讲 也没有坏处 也是好处 等于微软在背后 等于是支持了 Sam Automat 彻底把他公司原先 对他不满意 的人都会清除掉了 等于算是支持了 他搞了一次 宫廷政变一样 对不对 所以对微软也有好处 对Sam也有好处 对公司员工也有好处 那么回来了之后 我相信他也得到 公司员工大力的支持 大家可能 下一步考虑的 怎么就是说 出售员工股份 把员工股份卖一卖 大家分点钱 一人分个几千万一个亿的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员工都支持他 因为现在员工就觉得他走了 然后你们现在搞安全 不搞发展 那这个公司的市值迅速就要萎缩了 对不对 人的原先可能900亿 那他这一走 然后你后边你说了说 我的目标不是快速发展AI 我的目标是寻求怎么让AI更安全 是更安全对人的有好处 但是对公司的设置没有好处 对公司发展没有好处 对不对 那可能900亿还是500亿 你懂了意思吗 为什么大量员工在支持 原先我的股票可能值8千万美元的 你这么搞完之后 我做股票可能还值3千万 我一下目中心 四五千万美元就蒸发掉了 对不对 所以他来的话 他是搞商业 以挣钱为主 以快速发展为主 对不对 你那种搞安全的呢 当然有一个小伙伴 他也说 说出了这个情况之后 我们就要探讨一下了 就是说是习近平五统台湾先发生 还是AI毁灭地球先发生 开玩笑 说这样发展一下 AI有一天可能要毁灭地球 就这个意思 反正我跟这小伙伴 我们两个的预言都在这里 然后我们看看最后 哪个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个人认为微软 想零元购一家几百亿的公司 想特别想 资本永不免 资本是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 个人观点 好不好 然后我们最后看看 当然很有可能都不像我俩说的 这么简单的就处理完了 后面还不定 人头打出狗头来 你知道吗 后面还不定干啥呢 还得抄抄 好吧 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